今天我們呈現了 因為一件裝備 連職業賽都熱門起來 GOD-LIKE HOLY SHIT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老朋友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呢 職業賽相當熱門的法師 克里希 基本上呢 每一隊都會選 而且注意到這克里希呢 有點不一樣 首先呢如果你喜歡克里希的英雄 幫我影片點個讚 好明天的話可以考慮訂閱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 又實用的套路 想要怎麼更多呢 可以追蹤左下角的IG 不一樣地方呢在於我們這一套 有沒有覺得 相當的痛 我們的核心呢是爆裂法杖 還有萬鈞聖雷 看起來呢就超級痛的吧 克里希本身呢 就是有非常高的AOE 魔法傷害穩定 而且我們的傷害非常的穩定 像大招呢是自動瞄準 可以行動 我們只要控制走位 可以大招自動瞄準 像不像 再來呢我們這樣玩法有點像薇菈 只不過呢薇菈是單體輸出 我們可是貨陣駕駛的 三招都範圍AOE 玩法呢跟薇菈有點相似 利用我們跑速的優勢呢 只要衝前去 開啟大招呢也有跑速的加成 開大招加上我們的 跑速鞋呢 基本上敵方是差次的難飛 如果呢我們在有孫女的情況下 瞬間取一個二技能 敵方幾乎是躲無可躲 以最近相當熱門強勢的特爾來說 單挑很強吧 手還那麼長 可是我們跟特爾單挑 只要二技能能夠命中 那就能夠打贏 這場呢敵方也是典型的英雄 有前排坦克 有後排輸出 還有戰士跟時刻 有沒有注意到呢 除了敵方的輔助以外 我們打敵方的英雄都非常的痛 有全技能的話呢 全命中幾乎都是秒殺 出裝奧義魔紋 核心魔紋帶萬軍聖雷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惡魔絕心也是可以考慮的 萬軍聖雷呢就是一套爆發 惡魔絕心的話呢 就是開啟一二技能之後開大 那就可以更頻繁的是有一二技能 會降低一二技能的冷卻時間 奧義的話呢 今天大家就帶荒物精靈電污了 把我們的跑速呢 跟爆發最大化 出裝的話呢就是將 核心珠前面兩件 跑出誰跟爆裂法杖 之後呢你就看情況 補穿透補劇魂路 如果敵方呢很多高爆發 那我們就補 零雙寶珠 快哥呢這邊勾得不錯 我們跟隊友一起往前走呢 也會給敵方壓力 敵方看到我們往前呢 就剩下後退一條選擇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隊友就比較好預判 前期的話呢 你最快還是都把兵線清掉 然後回去往隊友支援 都看小地圖 克里希呢 雖然我們盾能抓人很強 完戰也很強 單挑也沒問題 不過呢我們會怕被盾 主要是我們腿短的關係 也不算我們腿短喔 我們呢也是有位移 只是呢我們是需要 如果我們來發起進攻 那就很強 如果被盾的話呢 還是有可能一套直接被帶走的 你看我們是挺脆皮的 唯一的保命手段呢 就是二技能的擊飛 還有寶珠 像是呢如果我們被克里 克里納卡就還好了 像納克羅斯呢這種 或者星葵 奇羅有無敵 有 無可選中的英雄呢 被他們黏到的話 還是挺麻煩的 可是呢我們上次所說的英雄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隻脆皮 只要呢我們有先手權 都能夠答應 這邊抓到盒子 利用大招加跑速 還有我們的瞬移 最後呢單純靠大招傷害 就把他秒掉了 克里納的傷害呢 就是這麼不講理喔 一技能範圍很大很長 團戰中呢很容易命中 多個目標 雖然爛丟呢都有可能會命中 不過建議呢 還是往敵方的後排秒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一技能呢 我們都會用尾巴來秒人 這點是小細節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克里納的一技能是 放出去再飛回來 在最尾段呢 如果敵方被命中 會瞬間直接吃到兩段的傷害 那樣子不就雙倍輸出了嗎 一技能最好就是 往敵方的法師射手跟打野身上秒 優先射手 然後法師打野 這兩敵方呢 凱撒路呢也是祖卡了 祖卡算是偏催的戰士 那注意到我們玩法了嗎 因為我們跑速的優勢 多多去支援 OK 這邊注意到祖卡 我們稍微走位往左偏 敵方再往前進動 過程中呢 我們也不停的輸出跟消耗 這裡清個兵 那像這邊呢就是我們 敵方稍微有優勢 我們那邊伏俠在上路還在蹲 這波估計是可以蹲到尾 特朗呢一定要回來的 抓到 二技能不要空了 不要太緊張 瞄準一點再放 二技能也是可以搭配瞬移使用的 如果距離夠近的話呢 你可以瞬移用點的方式 那就不會空 可是啊如果你用點的方式呢 要跟敵方勾近 不然的話呢 還是建議稍微的瞄準一下 而且瞄準的話呢 要瞄準敵方的後面 克里希呢 二技能有一個短暫的延遲 有個施法延遲 但索性呢 他的範圍也算大 所以啊 如我們說的 如果你距離夠近的話 可以用直接點的方式 就可以命中 如果稍微的遠一點呢 或者我們是 遠遠的衝過去進攻 那還是要稍微的預判 瞄準一下敵方的後面 總的來說呢 可以寫關鍵就是在於 你的技能準不準了 尤其是呢你的二陰連招 大招的話呢 你只要在團戰中有開 砸到敵方人就會很痛 像這樣子呢 敵方的 中路被我們秒到一下一技能呢 他就 被掃到就剩一番血了 A跟二技能準確 如果我們打兇一點呢 是可以直接順進去 把坑 把這個特蘭拉斯秒掉的 只是呢我們想留著我們的瞬意 OK 帶走猴子 大招還在輸出 一技能往敵方的拉之苗 有沒有注意到呢 近戰角對上我們克里希 只要進場呢就剩一半血 尤其是脆皮 好幾次都這樣子喔 敵方拉茲滿血想要進場 一進場呢吃到我們的一技能 關於這個細節呢 你有沒有做到差別還挺大的 像團戰中啊 只要我在附近呢 我們祖卡跟拉茲一進場就剩一半血 這樣子想就知道呢 他們團戰會很難帶贏 你想想呢如果你是祖卡 你是拉茲 你一進場血量就剩一半 是不是你會多猶豫一下 進場之前呢會多猶豫 這樣子呢可能就錯過了一個 絕佳的時機 也就是因為這小細節呢 敵方的脆皮近戰 每一次進場都吃到我們一技能的尾巴 那樣子我們團戰呢 就幾乎都能夠打贏 目前比數並沒有差很多 喔 還差滿多的 差了快一倍 本來以為是騎不上當 我們有非常多的助攻 這一場呢 我們拿到人頭沒那麼多 單珠控制絕對多的 那沒關係 我們的經濟是有到位的 有時候呢如果你介意人駝的話 是你的經濟的關係 像這一場呢我們清兵也清很多 算是相當的肥 而這一場我們走的是 也是全暴力流 這邊被敵方的輔助控告 可是呢他一個人 而且太前了 由於他走太前的關係呢 他隊友就會很緊張 哎呀這個輔助已經開過大招了 到底跟不跟 不跟的話呢會被輔助嗎 你們怎麼不跟 你們為什麼不看地圖 但是呢剛剛翔就知道 是這個朗博太早開了 他隊友還沒跟得上 不過呢對朗博來說也確實兩難 如果他晚點看呢 就會錯過這個 大招命中多個單位的機會 畢竟呢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邊呢我們是採取防守性的走位喔 被抓到的話呢 就開寶珠先蹭一蹭 OK這邊成功活了下來 同時呢也少到敵方 最後這波呢凱撒我們有吃到咯 我們過來保護一下凱撒 有跑速學的關係呢 一技能大招 還有我們觸發被動呢 也會增加跑速 自己注意就馬學特了 直接開大跟他正面對決 就在這個決策了 二技能能夠命中 就一定能夠答應 除非他是拉維爾喔 拉維爾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要先等他二技能用過 一般來說呢其他射手 被我們空到都是秒殺 克里希呢具備了高爆發高輸出 而做跑速前呢跟 加速了一個 像薇菈一樣快速支援 高跑速的優勢 職業賽呢目前相當熱門 幾乎每個隊呢都會出 那也算是強勢教了 那我是尚恩 以上是我們帶來克里希走中的實戰解說 記得呢關鍵在於跑速學 還有記得呢 我們要由我們去開人 而不是被開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